那个非常感谢 David在那个前面 那个弄的这个 就是因为好久不见了 所以听着David的这个声音 还比较亲切和感人 那我的分享来讲的话 可能就比较枯燥 但是也相对比较应景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我估计很多人 可能也都已经开始复工 并且应该有远程办公 用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这些年的一些 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这个 一些想法 所以我的标题是 讲的是这个 不可避免的远程办公 有点打广告的意思 那这个是我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情况 然后目前我正在创业 好像这个B站的视频 还没有切回来 那目前我在创业 然后我们的队伍 主要也是以远程的 远程的方式来工作 所以也差不多应该有 大概有两年多的 这个时间了吧 然后因为在这之前呢 其实也有一些 这个摸索 所以大概两年多的这个经验 把大家给分享起来 正好这段时间 不也是因为疫情的这个事情 很多的公司也开始远程办公 然后我这个PPT的话 是之前曾经在另外一场 那个信上分享上的一个PPT为主 然后都针对今天的内容 做一些那个裁剪 那今天的那个分享的大纲 大概也就是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谈一谈这个远程办公的必然性 从这个业务人员异常的这三个角度来探讨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远程办公 它也并不是说是看上去那么美好 就是说不是说是我随便买一个东西 然后直接用就行 中间来讲的话 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风险 也存在有一些坑 所以这一块我也会来提一下 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做任何事情 它肯定都是要有自己的基础 所以我们就是从三个角度 也是从三个角度来讨论一下 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基础 主要是从这个流程工具和人员这三个角度 那最后来谈一下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些这个技巧 然后就是总结和答疑 那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远程办公它有它的一个必然性的问题 那我们先从这个业务角度来谈一下 因为自从互联网发展之后 之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 叫做那个世界视频的 实际上也是说就是说 互联网之后很多这个地理上分散的一些 相隔很远的一些 相隔很远的事情 之前可能不容易办到的 但是通过互联网就把这个隔阂 还有这个距离给拉近了 所以就是从右角度来讲的话 远程办公其实从互联网诞生的那一刻 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苗头 而且说实话 在即使在没有这个互联网之前 其实也是存在有所谓的这个远程办公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当时 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些硬件的基础设施 还有技术的基础设施 可能就是说它的通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你比方说最典型的 你像这种分布式的这种业务机构 比方说这个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 其实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 其实本身就属于一种远程办公的一种形态 只不过就是说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或者是在今天因为疫情的问题 可能已经报道之后 可能就把这个原来可能没有注意的事情 给放到了聚光灯之下 那除了这个分公司和这个总公司的这种形态之外 还有一类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业务的这个连续性 你比方说像很著名的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像英福 我印象中它每一个时区都会有一个老师吧 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 它就能够保证 基本上全天24小时 基本上都有人在那边去做应答 而且加上现在很多地方的这种分工协作 比方说我中国生产的东西 然后可能运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卖 那这个生产的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也是存在有这种售后服务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不同的这个客户 它又分散在不同的这个时区 如果我只是说是在一个时区 去建立这种客服中心的话 可能就不见得能够满足全球 所有用户的这个不同时区的这个需要 第二一点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像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开发团队 其实也很常见 尤其像之前在我们在SAP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一个项目 基本上都是为美国 英国和这个中国 包括印度几个团队同时来参与 那么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这边上班那边下班 这个刚才David这边也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他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出于这个业务连续性的一种考虑 说的更突然一点 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来压榨这个员工的这个剩余价值 对吧 假如说你是当老板的话你肯定也会这么干 那么第三个原因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目前的这个技术设施已经足以支撑这种远程分布式办公的这种需要 那么在有些情况下比较尤其像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创业公司 那出于这种成本的这种考虑的话 可能我就觉得比方说我们经常出差啊 或者是本身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配合起来默契度也已经很高了 那如果我去把这个去住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办公场所的话 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为办公室的这个利用率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宁肯就说是干脆让大家去在家办公 然后我给大家去贴一点补贴 这样子的话可能我更划算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 是从业务角度来看的这个原因 同时来讲的话就是说 通过远程办公其实可以把这个很多一些 平常你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能够报道出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远程办公它更类似于像比方说像DevOps中间 或者是现在这种互联网公司经常说的所谓的COS工程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可以把有些问题去给暴露出来 并且是对于整个公司的运营健康度 它是一个衡量的一个指标 那从用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因为当今的这个用工市场已经不像 比方说再往前推上10年20年 当时可能基本上都是这个公司觉得自己很牛逼 然后这个员工可能都要服从这种公司的安排 那当今的这个用工市场化可能更多的是出自于一种所谓的双向选择 因为大家的这个选择面黄了 所以并不见得就是说是只有你这家公司 我才会才能够去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而且加上现在互联网用的这种便利性 那完全我可以做到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远程办公 而且所以就是说从用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远程办公其实是为公司提供了一个 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它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更灵活的一个用人的一个机制 同时的话对于员工来讲 或者是这种咱们所谓的这种打工的来讲的话 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 比方说如果我水平很高 可能在西安这边觉得没有一家公司都看得上 那我直接去面试海外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愿意雇佣远程工作者的这种公司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这个选择面会很广 那公司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一个道理 就是说有些公司可能他有一些很优秀的一些员工 但他可能出于某种这个特殊情况 他可能比方说从北京他回老家到西安来 那如果放在以前的话 可能就不得不就说 把这个员工给放弃 但目前的这种选择的话 其实就完全可以说是 我可以让他在西安来工作 然后就通过这个网络的这种方式 直接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去工作 因为之前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 包括以前咱们做社区的时候 其实也有不少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就说远程办公 他从用工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可以把人员的这个 用人的这种机制的灵活性 给无穷的放大 我的选择面其实不再局限于 本地的这种市场 我的这个早远点 我可以建立在这个全国甚至于全球 那从员工的角度来讲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可以增加员工的这种幸福感 那在公司来讲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说 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所谓的这个员工的幸福感呢 但你站在老板的角度来讲的话 假如说你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老板 就员工他这个越满意 他相对来讲 他的这个工作状态会更好 也就是他的效率会更高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公司本身来讲 实际上是有这种促进作用 而且况且就是说 因为之前我也在 因为我住在北郊嘛 然后那个之前SAP是在景业 景业二路还是景业一路那边 从这边坐地铁或者是挡车 都很不方便 就是说至少是在这个 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 至少要花上一个小时 才能到家 而且就是说 你遇到那种雨雪天气 那你更加老 并且你挡车都不见得特别容易挡到 即使你开车的话 也经常会堵在路上 尤其像这种西二湾那个地方 开车咱们都应该知道 就西二湾的地方特别容易堵车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 或者很多每一天 大概有两个小时都浪费在路上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种 很郁闷 再加上加上 如果说家里可能中间出现一些事情 比方说家里有人生病了 或者是有小孩 他要比方说要开家长会 那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造成很大的不变 那相反来讲的话 如果你允许他在家办公 或是远程办公的话 那可以做到这种所谓的 这个事业和家庭的这种兼顾 并且从公司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靠谱的人在哪都靠谱 那不靠谱的人在哪也都不会靠谱 所以我第一 我很反感别人来 这个当做兼顾养来看着我 同时的话我也很反感 我去不断地去当着监工一样 24小时站在别人的后面 才会走动 所以就是站在这个 这种自己包括这种 员工的这种角度来思考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员工的幸福感 其实也是很关键 那所以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远程办公它可以带来 这样的一个好处 那从第三一点来讲的话 就是除了这个业务和用工的 这种角度来讲 那俗话讲就说 天有不测风云 对不对 比方说像 咱们现在今年的这一次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 肺炎这种情况 其实谁也没有料到 那在有些情况下的 那像这种黑天鹅事件出现之后 那有时候可能就不得不 说导致这种 远程办公的被动出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的业务如果你要 照常跑起来的话 那你还得要去 做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我说就是说 另一期的远程办公 其实可以有助于 这种从容的去应对 因为它可以把之前 去做这件事情的 很多一些潜在的因素 给暴露出来 并且去把这个 问题暴露出来之后 你就能够发现问题 同时去修正问题 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觉得 对当前的这种现状 还挺满意 但是往往这种满意 可能就是一个虚幻的 一个假象 那么聊完前面的 这个历史的大趋势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远程办公 它到底有哪些 潜在的问题 因为很多事情来讲的话 它总是有这种 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前面讲的这些趋势 其实都是从好的一面 去说的 那从这个 所谓这个 演讲的角度也好 包括是写文章的角度也好 你在讲原因的时候 那你肯定要尽可能的 去放大一下 它的这个 优点和好处 但是如果不谈 它的这个缺点的话 那 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一个 说法 那所以在我们进入到 下一步的这个 怎么去谈 如何去建立这种 远程办公的 这个基础设施 的时候呢 我们我想先谈一下 这个远程办公 它存在的一些风险 和一些问题 因为从 计算机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远程办公 和本地办公的 这个区别 它就等同于 你去编写一个 分布式的程序 和一个 本地运行的 这个程序一样 它的差别 几乎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在本地中间 可能在本地 运行的程序中间 你不需要考虑 或者是 你很少需要 考虑的一些问题 你在分布式的 环境下头 必须去考虑 你比方说在 本地跑的 这种程序中间 你可能很少去 考虑 比方说这个 延时的问题 但是你在这种 分布式的网络程序 中间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考虑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沟通和协调 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远程办公 它肯定是增加了 它的这种困难度 还有它的这个成本 因为分布式程序来讲的话 其实主要 它引起的复杂性 其实也是在于 多组件之间的 这个协作和通讯 所以作为类比的话 我大概列出来了 大概有五个 这个影响 它的这个沟通和协作的 一些问题 比方说像时效性 就因为你在这个 一旦开始远程办公 那你作为的同事 还有你的老板 包括你的下属 就不是在这个 一个办公室 你一眼就能够看到 他在干啥 或者是知道 他当前的这个状态 你可能给他 打完邮件 那个打电话 但是他可能 那个 电话没在旁边 或者什么 你那时候可能会 要发邮件 那邮件是典型的一种 所谓的这种 异步沟通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一定是产生 是会有一些这个延时 第二点的话 就是像这种 所谓的有效性 刚才像 Darry这边也说了 就是你在 跟老外说英语的时候 因为你 没有办法去看到 他的面部表情 你可能很难去 就增加了你俩之间 沟通的这个难度 那么在这个 远程办公的情况下 其实也是一样 就比方说 我给他打电话也好 或者是我给他去 这个写邮件也好 因为你面对面 你不是面对面的一种状态 那你可能很难捕获到 他的一些微 微部的一些 比如说他的这个肢体语言 或者是他的一些面部表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句话 那可能在他那边 可能就是引发一种 另一种的这种理解 并且就目前的 这个就我所接触到的 很多公司也好 包括个人也好 他因为他大部分 还是习惯于这个 面对面直接口头沟通 那如果说你让他突然 换成比方说写邮件 或者是换成这种 打电话的方式的话 他可能也一下子 没有办法去切换过来 那自然他的沟通效果 也会这个大打折扣 那么第三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是远程办公 他是有基础的 就是他不仅仅是说 他是就像我们在办公室中间 直接走过去 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就行了 起码你在这个最 如果说他不在你的 就你俩在异地办公的 起码电话是需要的 对吧 或者是这个邮件也是需要的 这还是最基础的这种通讯的工具 那么在有些敏感性气的 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还得要引入一些 其他的一些这种 比方说类似于像安全 或者是类似于像VPN 等等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工具 那么这种工具的话 可能对于非IT公司来讲 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 对于IT公司来讲的话 可能大家 就是说也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特别熟悉 你比方说很少有一些这种 比方说 你很少就大部分做IT的这个开发 你很少邮件是需要去做一个加密之后 再发送 对吧 但是某些这个敏感信息 你就必须要这么做 你比方说以前我们在SAP的时候 专门内部培训过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 包括还提供了一些这个工具 就是直接安装在你那个Outlook的那个里面 然后直接在邮件写邮件之后 然后让它加密完之后再发送 所以就是说远程工作 它本身来讲 它是增加了一些这样的 这种对工具的依赖性 如果说我是在办公室里面的话 如果出于安全的需要 我可以说是咱俩直接到一个这个 隐蔽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去 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偷偷的一说就完了 但是你在这个网络上面来讲的话 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这种技术手段来保障 同时的话 完成一个工作 往往是需要多人去做协调 那么你在本地办公的时候 如果比方说我要开一个会 那很简单 我给大家这个 哪怕我走到他的那个办公室 那个办公桌旁边 然后一着急 然后大家到会议室一开就结束 但是你在远程的时候 可能不见得就这样这么简单 因为可能大家的这个时间 并没有保持同步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得要 先提前去预约之后 然后再到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段以后 大家进入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议室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这个 开会的一个流程 但假如说是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事情的话 你比方说 遇到像这种发布的时候 开发或者是发布的上线的时候 那你得要把所有相关的人员 全部都要协调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做顺畅 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致性 这一点其实也是跟你去写这种 分布式程序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同样的一句话 可能在不同的人那边理解可能是不一样 那么在一个会议室中间 可能大家有问题 可能就随时去提出来了 但是你在分布式办公的这种情况下的可能 不见得有人就愿意去提出来 那这时候的话可能最后到了做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这个出现了这种不一致 所以这一块这几这五个特点是我这边总结出来的这五个特点 然后从这个 在右边来讲的话 其实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 就是说 它放大的本地可以容忍的一些问题 你比方说像刚才的所谓的安全性 安全性的话 本地的话我直接去订一个小黑屋 两人一沟通就完事 那么在远程的情况下的话 那我必须要考虑比方说类似像VPN 或者是加密的一些软件等等 谁能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沟通低效 就低效的沟通它的成本会更高 因为假如说我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话 我第一次跟你说 然后后头发现你是可能理解有误 那我可以直接走到你那边再去跟你说一遍 这样其实就是很简单 但是你在远程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得要重新发齐是这个通讯 然后再整个把整个这个通讯环节再走一遍 这种时间其实是挺长的挺费事的 并且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工作流程 包括这种远程工具 其实都是刚才我前面也都说了 这边不再强调 那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低效员工 它本身来讲是远程办公的一个灾难 这可能会让有些朋友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事实情况确实如此 假如说你自己开公司的话 你可能会有感觉 包括你假如说你参与一个 这个分布式的一个团队 或者是跟某些这个客户一起合作的话 你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前面讲过那么多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远程办公 它的一些这个基础 这里其实主要就是从这三个角度来分 来进行这个说明了 主要就是流程工具和人员 其实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建议大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也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做一个阐述 因为最早我看到这个这三个东西的时候 最早还是在当时在应该是在SAP的 在那个IBM的那个Development Vox上面 SOA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文章中间提到的 事实上事实证明 就是说这三个角度其实还是蛮好的 而且它能够有助于你结构化 你的一些这个思维模式 你比方说这个工具 对吧 前面已经说过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工具 你才能把才能把一些事情给干好 第二流程也很正常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个 工作流程的这种规矩 你才能把一些事情 就把多多个人能够协调在一起 在一个big picture上面 那人员的话 也是强调在整个这个做事的过程中间 人员的重要性 包括人员去掌握工具的情况 人员参与在参与到这个流程中间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三个角度我觉得就说如果大家去掌握和理解的话 对于以后大家去做任何事情 包括你去写方案也好 包括你去做其他的一些 咨询类的项目也好 其实都是很有帮助 所以这个图我建议大家去把它给记在心里 回头我也会把这个PPT给放到我的公众号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对于这个远程办公对于工作流程的一些要求 这里面其实列出来的都是干条条了 这个所以我就简单过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权责明确 对不对 这个看起来简单 其实并不见得很多人都 正是因为看起来简单 所以并不是说有很多人都能够去做到 因为很多一些简单的事情 你在一些小公司里面 包括甚至于一些大公司中间 可能都会存在有些问题 大家应该也都不太陌生 这个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该找谁 对不对 同时的话权责明确 还会导致到后面我要谈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远程办公往往最大的一个受不了的一点 并不是员工 员工大部分都是对于远程办公这种举双手双脚赞成的 老板往往是会缺乏安全感 因为老板他会觉得你都远程了 那我还要我这个老板干嘛 所以这一块来讲 这一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正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权利和责任的一个关系 所以往往老板会信不过这个员工 包括他因为他不在你员工不在你眼前之后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或者是说我这边他不在我眼前之后 是不是我的这个意味或者是安全那个威望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 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显示的流程定义 包括因为在一个流程定义里面来讲 至少是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个流程步骤 一块就是所谓的这个角色划分 所以每一个流每一个步骤 他大概有哪些角色 每个角色他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去往下这个推进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流程定义相关的一些问题 同时的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是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是特别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这种完工标准 我相信所有的这种team leader 应该都会碰到这个你底下的小伙伴给你交活 但是你认为他没有完成 他又认为你他完成了这种情况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双方对于完工标准 却没有达成一致 而远程办公会把这一个效应给放大起来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各所谓的smart原则这一块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去查德鲁克这边提出来 所以按照smart原则来制定的话 基本上这个完工标准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同时前面讲究的全面讲的都是基于这种 归章制度或者是定义层面的事情 那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是否公司是否有一个 所谓一个完善的一个日常执行和支持流程 最典型的比方说会议制度 精度沟通 异常处理 过程回顾 这中间涉及到向谁汇报 向谁求助 向谁通知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人都会生病请假 那生病请假的请假流程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走了之后有谁能够替代他的这个工作 同时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安全合规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远程工作 对于工作流程来讲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我没有特别去强调所谓的这种方法论 比方说像敏捷啊或者是什么 因为这些方法论我觉得都不是一个 就至于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 其实都不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你是要解决问题 你要解决问题 其实也就是要把上面列出来的这些问题 你都要能够去cover住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支撑你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证据运营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于那个工具的要求 工具要求来讲的话 我大概分成了四大类 主要就是沟通 沟通类协作类知识库和这个安全 你比方说在沟通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日常应该都很熟悉了 比方说像邮件IM语音视频对吧 包括你像咱们的所谓的这种 会议系统啊这些 我都把它归为这种所谓的IM 还有这个语音视频这一类 所以不单独再列出来 而且在这上面也没有单独列出来 哪一家的这个工具 因为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都很好找到 而且况且这些工具厂商都没有给我广告费 我也没有必要去提他们分享那个做推广 那对于那个协作类来讲的话 其实主要的也是比方说像ERP啊 或者是这个财务啊 CRM啊OA啊 比方说像包括负责业务执行的这个业务系统 可能大家觉得业务系统可能会比较那个陌生 但是假如说是你是一个 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公司来讲的话 作为开发来讲 我们的业务系统 其实比方说像这种版本控制 对吧 比方说像这个Jenkins 或者像这个GateLab 或者GateHub之类的这些东西 这些也就是我们开发所谓的这种业务系统 那对于其他业务来讲的话 比方说像管理的话 他可能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这个业务系统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协作类的工具 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些内容 那最后那第三一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种知识库 因为有些时候的来讲的话 就组织之内大家协作过程中间 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 总会沉淀一些这些 比方说经验和这种所谓的知识 那在对于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我建议还是采用类似于像Wiki啊 或者是包括你假如说你是有这种 Word文件呢或者是PDF文件啊 哪怕你采用所谓的类似于像云盘 或者是共享文件夹的这种方式 去做一个保存 也都聊胜于无 因为知识库来讲实际上是你整个公司 未来发展的一个保库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所谓的这种代码 也视为这种知识库 所以大家应该也都记住这种好代码 对于这个知识库 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性 那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安全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咱离开个屋子你还得要这个上个锁 那何况像公司这种涉及到一些 比较重大的一些 比方说类似于像资金啊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知识产权啊 等等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那安全性的话 其实是更加需要这种考量 大家可能感受不到这种 一般感受不到这种安全性 可能是会觉得就大家 就目前来讲 我们可能这种公司还没有太大的名气 也没有人来这个攻击我们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 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公司 你总是希望公司在正常的发展 可能你的名气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可是在惦记的里 所以为了防止某些情况的发生 安全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还是需要注重一下 比方说像这种所谓的VPN 黄好强加密加密插件 包括服务器的这种管理 其实都是需要有这种投入 像前一阵子 威蒙的这个三库跑路 对吧 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个 缺失 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远程办公 对于人员的人员的这种要求 那对于全员要求来讲的话 就对于全体员工来讲 不管是老板还是员工 你起码你都得要掌握前面所说的那些工具 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熟悉一下这个 整个你们公司内部的这种工作流程 同时的话 你要有很强的这种目标感 因为你要对你目前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还有目标要非常的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像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 提倡所谓的这种OKR OKR 其中的O其实就是所谓的目标 那第三点的话就前面也说过 就远程办公的一个难处 其实就是在于沟通和协调 这种沟通 如果把事情把这个沟通做好的 那事情至少 事情起码有了一个好的一个开头 或者说是有了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开始 所以就说必要的这种沟通和表达的这种技巧 其实是需要掌握的 包括你怎么去写好一个邮件 你不要说是前面说了很多废话 然后邮件发出去之后 大家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你想表达个什么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比方说像那个金字塔的这金字塔 这种模型或者表达方式 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同时的话 这里面也要特别要强调 所谓的这种同理心 也就是说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对方去考虑 你不要总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 只让你自己爽 因为这种情况下 远程办公更像一个打球或者是踢球的这种 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的这种配合的这种情况 不是说是你一个人单刀 从后场一直杀到前场 然后直接破门就完事了 往往这种很难 在球场上也难得一见 更多的情况下 可能是你要把球传给某个人 然后他再把球再往前传 最后大家一起把这个球 都推到这个对方的这个球门柱内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你没有一种所谓这种同理心的话 其实你都很难去判断对方在接到你这个球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法 或者是对方怎么更好的能够接到你的球 假如说你踢一个高球 然后也没考虑对方的这个位置 还有他的这个个人技能的这种情况 那可能就一脚就船飞了 所以这种同理心 其实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非常关键 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所谓的这种开放的心态 你包括有谁来讲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别人当面指出他的问题 可能会对他个人的一种不尊重啊 或者什么 这种其实你放在工作中间来讲的话 没有必要 大家都是为了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同时的话你要愿意跟他人去协作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自认为 出于前面我说的那个心态 然后他就不愿意去跟人家去打交道 尽量的避免 但在远程这种情况下都你很难避免 独立去完成一件事 而且就目前来讲的话 几乎也没有所谓的 一件事情就让你一个人 全部都从头到尾的搞定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开放的心态和愿意跟他人合作 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一点 那对于老板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要求也是 你要很明确的把这个目标传递给员工 确保员工能够理解 第二点的话 你要对员工来讲 就是你要充分信任员工 就所谓的这种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如果你都不信任他 那就最好也不要用他 第三点的话就所谓的这种授权 你不能说最后所有的事情 你花个一毛钱 还得让你来做审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种公司大家也都可以不用待 所有的审批都集中在老板 或者是这个上级 那这样子的话 必然会造成所谓的这种通信瓶颈 那整个公司的效率肯定上不去 所以没有一定的这个授权的话 你整个这个系统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系统 必然会形成一个这种所谓的故障单点 那对于员工来讲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目标理解清楚 同时的话 做到靠谱两个字 同时证明给大家看 自己是一个靠谱的人 那么在这种过程中间来讲的话 人员培训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因为这中间涉及到的东西 其实还是蛮多的 并不是说是我到这个劳务市场上 随便找一个人说 你去给我家刷个房子 就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前面讲完 从这个人员还有流程 还有工具的这个角度 讲完了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些 支撑它的一些这种基础设施也好 还有技术手段也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些技巧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把它也是按照这个工作流程 还有工具 还有这个人员 这三个部分来做了一个所谓的分类 因为这里面内容比较多 而且我的PPT回头也会分享出来 所以我就不再一面 这里面我捡几个重点来说 第一个就所谓的这个心跳 分布施系统中间 心跳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建立心跳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知道你还活着 并且知道你还处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工作状态 当然并不是说是像这种分布式系统中间 我每隔一段时间 一天之内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去做一个心跳 完全没有必要 那在这两种情况下的 我们完全可以仿造 类似于像Scrime或是敏捷这种做法 就是搞一个所谓的这种每日例会就OK了 大家短短15分钟时间 然后把各自的状态给说一下 然后对齐一下自己的这种今天要做的任务 还有遇到的问题 然后回头大家各干的各的事情 对吧 那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上下班的机制 因为有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有人在家办公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容易出现状态 其实在我看来主要是类似于所谓的这种开关的这种心理作用 因为你在平常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这个比方说你会出门 然后开车或是坐公交到公司 然后到公司之后 然后准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开始工作 那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你是在两个场景中间去来回做切换 那你在这两个场景中间做切换 其实对你本身来讲是一个这个心理暗示 也就是说你到了公司你会对你自己有一个暗示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 那回到家那你会对你自己有个心理暗示 就是说我要去休息 那你在家办公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暗示作用 因为都是在同一个场所 可能会导致这个作用就失效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能就你解决这种情况的法子大概有很多嘛 你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会选择 比方说像这个去这个咖啡厅 去作为他的一个这个切换的一个条件 但是像目前咱们今年的这种情况这么特殊 你只能在家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能你就要去找一个自己所谓的这种开关 心理开关 去建立所谓的这种上下班的这种心理暗示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相当关键 而且我这边来讲也是 比较反感那种 就是说 可能你认为员工在家上班 那么他就是二十 他就应该二十四小时待命 这种其实我是挺反感 所以建立一个上下班的机制 其实是有助于上下级或者是其他人的同事之间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协作 并且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去协作 就是说是把最后把这个整个生活和这个工作都分不清 最后导致你的这个所谓的burn out 那中间还有一块就说所谓的对齐时间 因为你做分布这一点其实也是来自于分布式系统 分布式系统中间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时钟对齐 那么这里所谓的对齐时间的话 主要是避免出现有人 你正在干活的时候 有人隔五分钟给你来个电话 隔五分钟给你来个电话 那这样子的话 最后你俩时间全部都浪费在这种打电话上面去了 最后你的活也没干好 他的活也未必干好 所以最好就是说确定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区域 比方说下午两点钟之后 你可以打电话过来 那在这之前可能我需要集中精力去把手头的事情给做完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块是在工作流程这一块我想要强调 那工具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你要看效果 而不是看价格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一线员工你要有这个选择权 而不是说是所有的选择权全部都在你老板这边 而老板又因为又不见得是去真正做活 所以老板选的工具可能不见得是特别适合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工作场景 同时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工具标准其实也是很关键 因为你假如说是两个一线员工他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工作喜好 那个工具喜好 那导致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工具 那这种情况下头那就很容易出现 有多少个部门他就有多少个自己的工具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浪费 而且这些工具真正有很大的差异吗 如果都是由一线员工选择出来的东西 这些工具其实在本质上真正的差异很小 主要都是在细节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的话 我的建议是把他们对待 把这些工具的选择跟你对待内裤 还有开发工具的选择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有一个工具标准 虽然你授权让一线员工具有选择权 但是并不是说是让每个人各自都选不同的东西 一定要让他们一起讨论最后达成一致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工具采用标准非常关键 那么对于人员这一块来讲的话 主要就是有一点比较注重的 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他们的这个心理健康 有时候远程工作的时候 他不像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因为之前我们在SAP中间 他还会对manager来讲的话 我还会定期去跟这个员工做一个所谓的这种oneone 这样子的话 在这种过程中 你是可以掌握这个整个这个员工 他目前的这个心理状态 或者他的工作状态 但是一旦远程之后 你这种oneoneone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做 所以可能你需要去关注一下 他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 这一点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点 那最后到了总结时间 其实也就这么几点 第一无法避免 第二远程办公还是有优势 第三呢 虽然他有优势 但他必然还是有风险 否则的话 如果远程当远程办公都很平常 也就没有必要我们来谈这个 专门来谈这个远程办公了 对吧 那最后一句话就是 既然远程办公无法避免 那就不如这个积极拥抱 这一点跟这个所谓的敏捷的态度是一样的 积极拥抱变化 行 分享完了 看大家有啥问题 我感觉不如线下 吹水吹的耍 我们公司就在西安吗 我们公司早就已经是远程办公 怎么去解决 怎么处理人员相互等待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 第一必须要 就一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 专人办专事 而且这个事情一旦出了问题 一定要让这个人来负责任 那么可能会出现比方说 有一些开发的这种依赖模块 相互等待问题 那这种情况下头 我的建议还是你去引入一些类似于像Mock之类的这种工具 比方说相互依赖的这个组件 你让他俩之间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接口 去商量好 商量好接口之后 比方说产生接口的人 他就去做接口 就实现接口就完了 然后那个用接口的人 比方说假如说是前端 那你俩之间 应该是要用所谓的类似于像OpenAPI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你就去找一个那个Mock 你比方说像那个 我记得有一些那个工具吧 也是可以直接 根据那个API去Mock出来 一些这种数据 甚至于服务器 直接就那个 去生成这个模拟数据了 那你就直接让他这边去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环境一搭建 那他也可以往前开发 你刚才说像我DGate也是一样 远程沟通 远程办公的这个沟通不畅 这个只能就是说是定期的去 培训所谓的这种沟通技巧 你找他他不在 你等他回来 你等他回复 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建议 就是 你俩要约定一个沟通的时间 这个我前面说的是一样 就是说你俩要有一个所谓的 或者是整个团队中间 要有一个约定的时间 就是比方说下午两点钟 是一个这个大家相互 讨论的这个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段内 大家一定要保持在线 谁叫谁到 其他的时间可以那个 有自己的事情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是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去 那个避免就是你找他他不在的东西 因为假如说你定下规矩 比方说两点到四点 就是整个团队相互去找人的 相互去找人沟通的 跟讨论的这种时间的话 那他肯定会提前为这个时间段留出时间 否则的话 如果没有 你俩之间没有去把这个规则给建立起来 那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找他 那他肯定会 有时候有一些急事 他得要去处理 那如果说他 他知道有这个规则 那他即使有急事 发现他的急事跟你约的时间是有冲突的话 他会提前在群里面 或者是他会提前控制你 这样的话你也就心里面有个预期 哪里能遭到习惯远程的员工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应该还比较习惯吧 我目前好像 还没有看到对远程工作表示不欢迎的员工 除非是 在家里面憋的时间太久了 同时的话 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 在妨碍他的工作 你比方说小孩对不对 那个其他的一些事情 经常打断 另外办公室 远程办公的沟通不畅 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除了那个定期的这种沟通 那个培训和这个大家讨论一下 所谓的这种沟通技巧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你比方说像建立一些这种 所谓的这种模板 比方说文档的模板 比方说这个游记的模板 比方说这个提交 记得日志的模板 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模板 因为这种 你比方说像这些东西 像这些问题 其实并不是说是远程沟通就才有 其实在本地 同一个办公室内都会出现 你比方说你要有一个人 去让他去写这种需求分析档 他会跟你说他从来没写过 不知道写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之前 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 这种文档模板的话 那你就直接传给他这个模板 然后再给他一个例子 让他按照这个例子去 去组织信息就行 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 那个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假如说你有这种 组织好的这种结构化的信息的话 大家就是从这个模板中间去填控 那这样子的话 沟通效率会提高很多 第二点的话就是 定期去采用类似于 所谓的像演习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迫使大家必须通过远程来解决沟通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暴露出来问题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去 针对这个问题 然后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去做一些总结 然后找出一些对策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那个会有一些好处 很多就就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来讲的话 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出现在 尤其在程序员先在程序员身上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程序员的一个习惯是尽量避免跟人沟通 所以有些时候他 要么就是懒得找人 要么就是不愿意去找人 然后说你让他愿意张口跟人说话 那么他这样而然会把有一些问题给处理好 那很多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去 让他把这个口给张开 往往出现这种沟通 还有协调的问题都是 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找人 找人 产品和开发嘴红眼 嘴红眼最简单的一句话是这样的 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我当年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的 第一产品你要说清楚 你这个功能的业务价值是什么 开发有权利去质疑 这个产品的产品提出的 这个功能的业务价值 然后开发可以来 就产品可以对开发的时间去提要求 但是开发同样也会要看 所谓产品的这种后续的数据 假如某个产品经理 他经常提出来一些需求 但是最后他那些功能的数据都很差 那我相信这个 你未来就可以拿这些事情来 跟他这个讲事实摆道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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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